刘德华南京演唱会日记 戏数南京演唱会细节上的改编 第四集 正门部分 昨天的南京演唱会日记 着重地和大家分享了演唱会上华仔和叔叔的互动 这个叔叔是76岁 喊爷爷也行 喊叔叔也行 网上有小伙伴说 华仔比叔叔小13岁 那喊哥哥就好了 那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华仔喊叔叔也没错 现实里大13岁 一轮了是可以当叔叔呀 当然 现实里也有不少相差十来岁的亲兄弟亲姐妹 但是呢 何必纠结于此 不要忽略了首场演唱会的其他的美丽的故事 这次南京站首场演唱会的一些细节改变之处 我发现改变的还是不少的 如果你也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 这次和声互动环节 取消了之前场次中和声和现场歌迷的互动 直接就是和声在进行和声演唱 这样我觉得也不错 可以顺利衔接到华仔出现 然后直接进入星只有你这首歌 也可以把和声与歌迷互动的时间留下来 让华仔跟歌迷多一些互动 多一些调皮的瞬间 今天华仔这部分环节的衣服也从黑色换回了白色 而不同之处是 在细节上 这次的红丝带和之前的造型不一样了 这次的造型变成了长长的样子 还是不错的 并且在演唱你是我的女人的时候 吹萨克斯丰的陈彩珍的服装造型 也发生了一丢丢的改动 为陈彩珍左肩膀添加了白色布 以黑白造型亮相 陈彩珍经过了十多场的表演 状态越来越好 也没那么紧张了 华仔还说陈彩珍就像自己女儿一样 华仔确实很欣赏会吹萨克斯丰的陈彩珍 陈彩珍也要在接下来的场次加油哦 这些小小的改动 还包括后来安库环节 之前安库环节 大家都看到了 华仔穿的红色的绿色的都觉得好看 华仔的这个衣品搭配也很喜情 南京演唱会今夜Encore环节 华仔换成了粉色的一套 你还没说 从红到绿从绿到粉 华仔如果能够在这次盛夏的巡回演唱会中凑齐彩虹色 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 当然 不必按照彩虹的赤橙黄绿金蓝子去搭配 就是传出七种不同的色系 让我们看看究竟歌迷更喜欢哪一个色系 就我自己而言 目前来说我最喜欢的是绿色 因为绿色更显青春活动 视觉效果上结合舞美效果 舞蹈演员的衣服色系也更舒服 演唱会总会有结束的时候 南京站结束了第一场第二场 接下来会结束第三场第四场 华仔说了一番动容的话 是的 华仔不是只会调皮 也能让人感动 华仔说 有了大家的掌声 所以自己才变得更好 还说跟大家打过勾勾了 每一场演唱会 华仔都要和歌迷歌空打勾勾 许下一个爱你一万年的承诺 要言而有信 要说到做到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万年 我们都活不到 只不过 我们说的一万年 是一直奉陪到底 就如华仔演唱会 17岁的时候 大屏幕出现了一位 戴眼镜的女歌迷 她听着17岁 轻轻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感动的眼泪 这是激动的眼泪 这也是谢谢华仔 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 有些歌 或许曾经听的时候 只是觉得全力好听 但随着岁月的更迭 渐渐地 发现歌词说的 就好像是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每一位听到17岁 就哭泣的女歌迷 一定曾经被华仔的歌 治愈过 她愿意爱华仔一万年 和华仔奉陪到底 因为我们对华仔的喜爱 无论是不是真的能到一万年 我想 那都是属于华迷和华仔之间 真正的真永远